当行人绿灯亮起爱三路以及人三路往中一路方向的车辆全部都得停下来 里浪给这个路口四个方向的行人通行 可以走十字行对角线也可以直线过马路 这也是基隆市政府在爱三路人三路口 也就是庙口外面实施多年的行人专用实项 由于效果相当好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资委相当称赞 也认为庙口周边包括爱三路及人四路口 以及人一路和爱四路口都可以请市政府交通处评估 划设行人专用实项 让人流和车流都可以安全分流 我们基隆市有非常几个重要的指标路口 就像我们刚刚一路从人五路然后转过来爱三路 那相关都已经改成这个行人专用实项 那我们今天就补足这个人爱市场的这个 那个重要路口因为人流也非常的多 然后来改成行人专用实项保障行人的安全 那我们看这个庙口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事办的这几年 我想成效相当的良好 尤其在假日我们基隆市是大台北地区非常多的民众 都会来我们基隆庙口走走 所以在这段行人专用实项相对的保障 我们所有行人的安全 我们希望仁爱市场那段也可以成功来争取 那我想庙口周边包含爱四路还有一个夜市 那边也是人流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 那一个十字路口 我们现在爱三转人一 然后沿路直过去到经过爱四那十字路口 我想也请交通处跟交通队做相关的评估规划 那我想知道交通处说 他们一定会做一些车流量的这个规划 那我们也要不能做太多 我们在调整秒数或者是调整相关的一些耗制的时候 都必须考量我们的交通状况 当然行人第一优先 我们也必须控制基隆市中心的车流量 我想一个进步的城市当然不可能不塞车 热闹的城市也不可能不塞车 但是要有适当的规划 规划人流车流 我想是一个政府应该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心我们市中心的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并且人行道的设置我们会持续的争取 议长佟志伟进一步表示 适度划设行人专用时项 分离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时间 可以让行人安全安心过马路 也可以减少因为离让行人过马路时 可能导致车流研制塞车的状况发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